把混凝土打成冰沙 長根治癌中心攻伐手曝光 林狗長根用來治療癌症腫瘤的 子子放射治療中心日前啟用 重粒子治療對癌細胞殺傷力是一般子子的三倍 因此被視為癌症的新克星 不過正因為重粒子的穿透力相當厲害 所以也帶來預防輻射外泄問題 因此醫療院所需採用非常厚實的聚基混凝土 把混凝土加厚 添加一個聚基混凝土 讓這個輻射穿透這道牆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聚基混凝土工法相當特別 灌漿前甚至還要加冰攪拌 就像手搖飲料一樣 讓混凝土透過冰鎮確保施工品質 蘋果熟度曝光這種特殊工法 冰鎮的流程從灌漿前一天就開始 一隻先將9頓冰塊放入砂石艙 讓砂石降溫到2度 進行混凝土攪拌時 再加入100公斤的冰塊到混凝土中 在符合標準條件的狀況下再進行灌漿 中心的溫度比控制在70度以下 中心跟表面溫度要控制在20度以下 如果說整個溫差太高的話 跟我們在做那個發揮一下 它會產生均裂 那一產生變化 那再抗複這個效能 就完全沒有辦法發揮作用了 目前衛服務針對含植子與重粒子治療的醫療院所 已發出8到9張的許可牌照 除林口長根外 高雄長根植子中心已在去年底完工 北一大及台大則還在施工中 預計明年期啟用 至少 不適合 我們在做一ommt ? 啊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